习近平与马克龙举行会谈,促进双边贸易向上平衡,加快人文交流双向奔赴,发布中东局势联合声明,元首外交引领深度合作,将为中法关系注入怎样新的时代内涵。 最高涨幅近20%,高铁动车四条热门线路调价引网友热议,调价背后有何考量,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票价机制,又该如何兼顾民生关切?今晚正在播出。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我是尹凡,欢迎收看。 当地时间5月6日下午,正在法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出席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的隆重盛大欢迎仪式。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克龙和夫人布里吉特在下车处热情迎接。 在雄壮的进行曲中,两国元首步入广场。 两国元首检阅法兰西共和国卫队和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共和国卫队148名骑兵组成的礼兵马队和摩托车队护卫下,乘车前往爱丽舍宫。 当地时间5月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爱丽舍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在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对法国进行第三次国事访问。 在当前世界百年变局下,双方应该坚守独立自主、相互理解、高瞻远瞩、互利共赢的建交初心,并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打造新时期互信稳定、守正创新、担当作为的中法关系。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法方保持战略沟通,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巩固双边关系战略稳定。 挖掘互利合作广阔潜力,促进双边贸易向上平衡。 中国愿进口更多法国优质产品,希望法国向中国出口更多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欢迎更多法国企业赋华投资。 同时,也希望法方为中国企业赋法投资合作,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和稳定发展预期。 习近平强调,中法都是文化大国,双方要加快人文交往,双向奔赴。 中方欢迎更多法国朋友赋华,将对法国等12国公民短期来华的免签政策延长至2025年年底。 中方支持法方办好巴黎奥运会,中方愿同法方深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人工智能治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领域对话沟通。 马克龙表示,法中关系具有深厚底蕴,双方相互尊重、着眼长远、加强合作,将为解决全球性挑战,避免集团对立对抗发挥重要积极作用。 法方希望同中方进一步密切双边经济关系和多边沟通协作,推动法中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 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双方发表,关于中东局势、人工智能和全球治理、生物多样性与海洋、农业交流与合作四份联合声明。 签署绿色发展、航空、农业食品、商务、人文等领域近20项双边合作文件。 当地时间5月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马里尼剧院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出席中法企业家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闭幕式。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寄网开来》,携手开创中法合作新时代的重要誌词。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60年来中法是共赢的伙伴,中国已经成为法国在欧盟外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两国经济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强大共生关系。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法方密切全方位交流合作,推动中法关系迈上更高水平,取得更大成绩。 面向未来,我们愿同法方一道,充实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经贸内涵。 面向未来,我们愿和法方共同推动中欧互利合作。 面向未来,我们愿同法方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正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 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这将为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带来更多合作共赢的机遇。 欢迎法国企业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 当地时间5月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在巴黎爱丽社公同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中法欧领导人三方会晤。 习近平指出,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欧关系,将欧洲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方向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伙伴,希望中法关系、中欧关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欧关系有着强大内生动力和广阔发展前景,不针对、不依附,也不受制于第三方。 希望欧盟机构树立正确对华认知,制定积极对华政策。 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维护中欧关系政治基础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习近平指出,中国新能源产业在开放竞争中练就了真本事,代表的是先进产能。 不论是从比较优势还是全球市场需求角度看,都不存在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 双方应该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摩擦,照顾双方合理关切。 马克龙表示,当前世界面临重大挑战,国际局势处于关键转折点。 法国和欧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同中国加强合作,这事关欧洲的未来。 欧方不认同脱钩,欢迎中国企业来欧投资合作,希望同中方加强合作, 共同维护欧洲价值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冯德莱恩表示,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对欧盟至关重要, 也将决定能否更好应对气候变化、乌克兰危机等全球性挑战。 欧方赞赏中方在绿色转型发展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希望同中方持续坦诚对话,加强合作。 关于乌克兰危机,习近平指出, 中方、法方和欧方都希望尽快停火指战, 欧洲恢复和平,都支持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 我们要共同反对战事外溢升级, 共同为和谈创造条件。 关于巴以冲突,习近平强调, 当务之急是尽快实现全面停火指战, 重中之重是确保人道主义救援, 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 中方愿图欧方一道,推动巴勒斯坦问题, 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进入焦点对话,继续关注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之行。 当地时间6号是习近平主席访法的第二天, 这一天的时间里, 中法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六场活动。 由我引人注目的是, 在巴黎爱丽社公举行会谈之前, 两国元首互赠了礼品, 其中包括三支奥运火炬。 爱丽社公一层校像厅里, 三支奥运火炬在桌上并排而立。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 发言人华春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习近平主席赠送给马克龙总统的是北京双奥火炬, 马克龙总统则以巴黎奥运会火炬回赠。 在会见马克龙时, 习近平也表示, 中方支持法方办好巴黎奥运会, 将派出高水平代表团赴法参赛。 除了奥运火炬外, 习近平还为马克龙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是包法利夫人、红与黑、高老头等法国小说的中文翻译版图书。 五年前, 习近平访问法国时, 马克龙曾赠送1688年法国出版的首部《论语导读法文版》原著。 这本书与《论语》的早期翻译版, 曾对法国思想家、 哲学家、 孟德斯鳩和福尔泰给予思想启迪。 现今, 这份特殊的国礼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好, 相关话题我们在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弘健。 崔老师, 6号这天中法两国元首六场活动同台, 根据您的观察, 这么密集在大国外交中是不是很常见? 另外呢, 中法两国互赠过很多的国礼, 不仅像片中刚才提到的法文版的《论语的导读》、 中文版的法国小说, 还有像长河5号带回来的月壤的样品, 中国国宝大熊猫鱼果同像等等。 所以这样的互赠礼品除了是外交礼仪以外, 您怎么样看选择什么样的礼品, 它背后的深层次的象征意义? 在短短的一天时间, 六场活动, 而且我们看到这些活动不仅时间紧凑, 而且覆盖的范围非常广。 我想这实际上表明中法之间的现在关系的深度和广度, 我们知道在时隔五年以后, 习都熙再次到访法国。 应该说对当前的中法关系来说, 中欧关系来说,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的意义。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我们看到中法双方领导人之间有很多的话需要谈, 有很多的议题需要讨论。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整个的活动不仅包括双方的大小范围的会谈, 也包括中法欧三方的领导人会谈。 实际上这也进一步体现了当前中法中欧关系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那就是现在双方在经贸、政治和外交领域越走越近, 双方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做下来, 需要共同的为未来的合作制定前景, 同时要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 同时我们看到这一次西渡西方法期间, 双方领导人再次互证国理。 从此前,领导人互证国理的情况来看, 一方面是一个外交礼仪的表达, 但同时更重要的是, 大家双方通过赠送国理都来体现自身的文化、科技、体育等方面的, 成就。 同时也是通过这种互证国理的方式来表现出对对方文化的欣赏和尊重。 我们知道中法是两个文化大国, 也是东西方文明的代表。 所以我想互证国理这个细节实际上也体现出中法关系的深刻的文化内涵, 而且也进一步可以促进中法双方在人文等领域的交流不断的深入。 好的,主持人。 对,您提到两个国家领导人他们的议程很满, 说明两个国家需要合作的地方和需要沟通的地方, 非常非常的多。 的确呢,习主席对法国的访问议程满满,成果也满满。 在两国外交,元首外交的引领之下, 中法务实合作掀开新的篇章。 当地时间六日下午,习近平同马克龙先后举行大小范围会谈。 值得注意的是,原定半小时的小范围会谈, 足足进行了一小时四十分钟。 会谈中,合作成为高频词。 在中方的新闻稿里出现了十六次。 除了聚焦航天航空等传统优势领域, 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合作, 也成为双方讨论的重点。 马克龙作出承诺, 把方将对中国保持市场开放, 不会针对中国企业搞歧视性政策。 双方发表了关于人工智能和全球治理、 生物多样性与海洋、农业交流与合作等四份联合声明, 签署绿色发展、航空、农业食品、商务、人文等领域 近二十项双边合作文件, 彰显中法合作的潜力和前景。 为加快人文交流双向奔赴, 中方还决定, 对法国等十二国公民短期来华的免签政策延长至2025年底。 同时,以中法文化旅游年为契机, 推进教育、体育、影视、青年、地方等合作。 此外,习近平访问法国期间, 国家法改委也与法国政府有关部门及企业 达成了三份合作文件, 涉及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发展、绿色低碳、 生态转型、航空及相关新兴领域等。 此次访法期间,习近平主席也在多个场合发出了中国的开放强音。 在与马克龙会谈时,习近平指出, 中方已经实现制造业准入全面开放, 将加快开放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 欢迎更多法国企业复华投资。 在会见记者时,习主席表示, 鼓励扩大双向投资, 为对方国家企业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 是接下来中法需要做好的工作之一。 在中法企业家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闭幕式上, 面对在场的200多位中法两国政府、企业界等各界代表, 习主席又向他们发出了分享中国发展机遇的邀请。 他表示,中方正在谋划和实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 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这将为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对于此次习主席访法的议程和取得的一系列实质性的成果, 法国各界有着怎样的评价? 来看正在法国巴黎的东华卫视记者陈斌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习主席5月6日在巴黎的行程非常繁忙,成果丰硕。 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两位领导人发言前, 爱丽舍公关员就宣读了两国在农业食品、能源和可持续发展、 交通、金融和航空等领域签署的十多项商业合同。 习主席宣布暂时不对法国白兰地酒征收关税, 受到了马克龙的欢迎。他表示,法国欢迎更多中国投资者来到法国, 并表示,两国都希望继续保持关税,与中国脱钩是没有道理的。 法国新西网积极评价两国元首讲话, 强调中欧要继续对话合作,深化战略沟通, 加强战略互信,巩固战略共识,开展战略协调。 国际形势非常明显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中欧的对话。 好,继续请出在北京演播室的崔老师。 崔老师,这个聚焦合作和开放是中法元首系列互动的两大主题, 那么中方强调就要坚持高水平的开放, 法方表示要促进解决全球性的挑战, 避免集团对立对抗, 面对脱钩锻炼筑墙设垒这样一种阻挠, 咱们中法这两个国家怎么样合力来促进互利的共赢? 另外双方都表示将促进双边的贸易上的平衡, 那么在这一点上,咱们应该怎么样合作来挖掘这种合作的潜力? 近几年,我们知道国际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大的一种所谓逆全球化或者说保护主义的潮流, 包括法国在那里的一些欧洲国家现在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也显得更加犹豫, 我觉得这次习主席访法期间和法方领导人实际上再次确认了中法和中欧关系合作的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要双向开放,要支持自由贸易,要支持开放经济, 我觉得实际上这次访问的成果之一就是双方达成了一个新的共识, 就是要继续延续此前中法双边合作的基本原则, 我们看到接下来在双方进一步改善贸易环境, 推进合作方面会采取更多的切实的举措, 除了我们看到在签署的十多项协议中能够体现出, 比如说在一些传统的合作领域, 像航空,包括核能方面, 双方会不断地继续升级, 把传统的优势合作项目进一步和未来的发展连接起来, 同时双方还要进一步开拓新的合作领域, 包括双方签署文件里面所涵盖的涉及到环保, 生物科技,绿色,以及农业等等, 我想接下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越打越开, 应该说对中法合作来说会有更多的给予, 尤其是这次我们看到中方强调要解决中法之间的贸易平衡问题, 唯一的出路就是向上实现贸易平衡, 我想向上的重点就在于双方不应该自负手脚, 双方应该联合起来反对保护主义, 而应该更多地去开放, 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为双方的贸易不断地实现平衡, 提供有利的条件。 好,谢谢。 好,谢谢初老师,我们稍后再请教您, 其实当前的国际局势处于关键的转折点, 应对俄乌中东等地区危机和挑战需要中法欧携手发挥积极作用。 当地时间6号, 中法两国发布关于中东局势的联合声明, 明确反对以色列进攻拉法, 并呼吁以决定性不可逆方式重启政治进程, 具体落实两国方案。 两国元首重申, 两国方案是能够回应巴以人民对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合理期待的唯一途径。 而在中法欧领导人三方会晤时, 乌克兰危机也成为会谈讨论的重点之一。 习近平指出, 中方、法方和欧方都希望尽快停火指战, 欧洲恢复和平, 都支持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 要共同反对战事外溢升级, 为和谈创造条件。 中国两国对于地区局势升级风险的关切和呼吁, 法国当地舆论对此反响如何? 再来看东方卫视记者陈斌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法国世界报就积极报道, 习主席提到的中国愿同法国一道, 以巴黎奥运会为契机, 倡议运动会期间全球停火指战。 该报还对习主席访法发表了多篇文章与社论, 认为不与中国对话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所占据地位更加重要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肯定了习主席的说法, 在巴以冲突方面, 当务之急是尽快实现全面停火指战, 重中之重是确保人道主义救援, 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 中方支持接受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外媒特别强调, 两国持续对话对于找到应对全球挑战的持久解决方案十分重要, 决定加强中法关系在全球问题国际治理中的推动作用。 好,我们继续请出崔永健先生。 崔老师, 中法关于中东局势的联合声明强调, 当务之急是立即实现可持续的停火, 但是我们看见当下以色列的进攻仍然在进行, 下午还有新的进展, 那么在您看来, 实现可持续停火的最大的障碍在哪里? 那么中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在中东局势问题上的共识和行动, 对于局势的降温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 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巴以冲突的局势, 包括总共中东地区的局势, 仍然在处在一个不断的升级, 甚至失控的边缘, 尽管哈马斯方面和这个以色列的谈判现在已经接近达成, 但是呢, 以色列方面呢, 表示仍然不放弃攻打拉法的这样一个计划, 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 我们知道外部大国的插手, 尤其是以偏袒一方的方式来插手, 导致巴以冲突延到升级, 而且导致整个中东地区呢, 陷入一个乱局失控的风险, 这是现在巴以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而且中东问题越来越复杂的根源, 现在呢, 我们知道作为安理会的两个传染理事国和有事件影响力的大国, 中法呢, 现在联合对这个中东地区的局势呢, 发表联合声明, 我想呢, 是再一步体现了国际社会啊, 普遍的劝和促谈, 停火止战的这个力量呢, 在进一步壮大, 我相信啊, 接下来在中法发出共同倡议的基础上, 国际社会啊, 这个主张和平, 主张政治解决的这个力量呢, 会进一步聚集, 接下来无论是在联合国层面, 还是在其他的场合呢, 我想以中法为代表的, 要求尽快合理公正的解决巴以冲突, 以及为中东地区的和平呢, 创造更好条件的这个声音呢, 会进一步上涨, 而且我想对当事方, 以及对一些从意外插手的大国呢, 也会造成越来越大的道义上和外交上的压力, 在此基础上呢, 我们也相信中东地区的和平, 大与冲突的解决呢, 会置日可待, 好, 谢谢崔老师从北京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那么习近平主席的欧洲之心, 我们明天的节目还将继续关注, 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 稍后您将看到, 最高涨幅近20%, 高铁动车四条热门线路调价, 以网友热议, 调价背后有何考量, 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票价机制, 又该如何兼顾民生关切? 铁路12306最近发布了公告, 从6月15日起, 对四条热门的高铁线路的票价进行调整, 涉及到京广高铁的吴广段, 沪坤高铁护航段, 沪坤高铁航长段, 航深铁路的航涌段上, 运行的时速300公里, 以及以上的动车组的列车票价, 调整之后呢, 高铁的调价的幅度, 差不多是近20%, 那么这也是近年来, 铁路部门对高铁的票价提价幅度最大的一次, 而这个当中呢, 武汉至广州南二等座的票价, 由463.5元提升到了553元, 涨幅是19.31%, 杭州东至长沙南二等座, 现行的405元的票价, 提升到了485元, 涨幅是19.75%, 杭州南至南昌西二等座, 现行257元的票价提升到了308元, 涨幅是19.84%, 那么这四条线路的票价将会根据市场的状况, 实行票价折扣的浮动策略, 以公布的票价为上限, 5.5折为下限, 这轮高铁票价的上涨, 引发了公众的热议, 支持和质疑声交织, 那相关话题也在多个社交平台登上了热搜, 我们也来听一听, 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站在我个人的角度的话, 肯定是能够不盈利的是比较好嘛, 但是你如果站在另一个角度, 站在这个国家要去发展的这个角度的话, 其实这个也是没办法避免的一个, 你不盈利的话, 怎么去生存跟发展下去呢? 现在价格就挺合理的, 就不用涨太多, 涨10%可以, 20%有点破了, 那边成票我赢嘛, 国家的经常成票, 你给这个不得, 增加百分之内没结婚啊, 就是一百个人的特效务器了呀。 好,有关这个话题的解读, 我们接下来马上要连线的是特约评论员, 复旦大学的特聘教授李鸿斌, 以及北京交通大学的经济管理学院的教授赵坚, 那首先呢, 我们要问到的是李教授, 李教授您怎么看网友们这次对高铁的票价的上涨, 如此敏感? 我们也注意到有网友就说, 说部分这个区段的高铁的票价这一上调之后啊, 甚至价格是高顾的机票, 所以就质疑说这个涨价差不多20%, 这个步子是不是卖的太大了, 您怎么看? 对, 我觉得网友被触动这个敏感的神经呢, 可能是叠加因素制造成的, 那这个三年疫情防控结束, 大家的这种出行意愿特别强烈, 方便又快捷的高铁呢, 也就几乎和我们每个人都高度相关, 当然更重要的是呢, 经济下停压力加剧, 大家也知道不少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 但是也要看到很多家庭和个人的财政也比较拮据, 所以我们就对高铁价格的调整呢, 格外敏感, 其实也不光是高铁, 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对一些公共事业价格的上调都很敏感, 比如说对燃气支出的这种公众的高度关注哈, 那说到飞机呢, 很明显高铁尽管它不属于公共事业, 但是它的垄断性显然更强, 你比如说我们航空公司众多, 所以公众在飞行上的票价选择就非常多, 而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充分的竞争, 航空公司也会提供很多的, 比如说各种优惠组合啊, 金卡银卡啊, 快速通道, 包括机上的免费餐饮等服务去吸引更有粘性的, 比如说常旅客, 但是高铁相对来说就比较高了, 对, 所以除了价格调整之外, 就很建议啊, 高铁还是应该放下这种铁老大的高冷, 俯身做好服务才可能跟旅客双向奔赴, 嗯, 好, 稍后我们再继续连线, 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这次为什么要调价呢, 那对于高铁票价的调价, 国铁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回应表示, 调价是正常的市场行为, 目的呢是通过灵活实施高铁票价的市场化的机制, 来促进客流的增长, 全面提升客运服务质量, 从线路上看, 这次调价涉及的线路中, 护航、 航永为短线, 且都位于长三角地区, 是全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吴广和航长, 布盖湖北、 湖南、 江西、 浙江、 广东多地,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其中, 湖北、 湖南与江西, 均为劳动力输出大省, 此外, 四条线路有三条涉及杭州, 近年来, 铁路杭州东站成为长三角铁路客发量最大的客运站, 接下日期间日均客流量超过20万人次, 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些线路于2009年至2014年间开通运营, 十余年来一直实行单一票价机制, 以无法适应运营成本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 迫切需要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票价机制, 通过价格杠杆合理匹配运能与需求, 促进客流均衡化, 此外, 这些高铁平行线路上均有朴素旅客列车运行, 实行灵活折扣, 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 可以为旅客出行提供更多选择, 而对于调价的依据, 相关负责人介绍, 根据价格法、铁路法等国家相关规定, 高铁动车组列车客票定价, 不在中央定价目录之内, 可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定价, 同时, 高铁动车组列车客票定价, 也不在国家价格听证目录内, 不需要举行价格听证。 除了均衡客流之外, 也有分析指出, 近年来中国高铁运行的规模不断扩大, 运营成本持续攀升, 这次的调价也不乏收支平衡方面的考量。 近一段时期以来, 铁路客运量屡破历史记录, 2023年, 国铁集团完成了旅客发送量36.8亿人, 同比增长了一倍多。 刚刚过去的五一驾机, 铁路单日旅客的发送量连续保持在1600万人次以上, 其中5月1号当天达到了2069.1万人次, 创下历史新高。 客流的增加也带来利润的攀升。 根据国铁集团不久前发布的年度财务决算, 2023年, 国铁集团总收入完成1.25万亿元, 同比增长10.5%, 净利润达到了33亿元, 首次突破了30亿元的大关。 不过, 尽管净利润由负转正, 但由于我国铁路长期以来采取债务融资方式来进行发展, 国铁集团的负债仍高达6.13万亿元, 面临较大的缓稳负息压力。 好, 我们继续请出两位, 先要问到赵教授。 赵教授, 在您看来, 选择这四条高铁线路调价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还有就是通过高铁票价的涨价, 就可以缓解国铁面临的财政压力吗? 觉得这次高铁的市场化, 是一个导向的这个价格调整, 只是整体的高铁要进行市场化定价的一部分, 因为在这四条铁路之前, 金户, 户宁等一些很多铁路已经实行了这种市场化导演的定价。 首先一个就是说, 高铁不是工艺性项目, 是商业性项目, 它是由国铁集团地方政府贷款建设的, 是用老百姓的钱建设的, 它不能够像普通铁路, 普通铁路1995年以后就一直没有涨价, 绿皮车一直没有涨价, 所以这次也不是简单的涨价, 就是现在公布的票价是价格上限, 它还有5.5折的是价格下限, 所以它是更灵活的定价, 通过这个可以增加收入, 因为铁路现在存在严重的亏损, 它有6万多亿的一个负债, 但是亏损非常严重, 说33亿的一个所谓利润, 但是国家补贴它要上千亿元, 但是通过这个灵活的定价以后呢, 可以改善它的收入情况, 但是不可能根本上解决它的财务的一个压力, 这是非常有限的, 这个价格收入是非常有限的, 我觉得是从这个两方面来考虑,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李教授, 我们继续要来聊到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涨价不涨价, 究竟谁说了算, 你看尽管这次国铁有关的负责人, 引用了相关的法规指出, 企业是有权涨价并且无需听证的,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有很多观点认为说, 国铁呢, 它不仅是一个市场化的企业, 它也有公共服务性质, 但刚才您看啊, 我们听赵教授的解读, 我们知道了高铁它跟一般的铁路, 还有不同的这个性质, 但是呢, 对于大众来说, 可能大家会觉得你这个高铁的票价的定价机制是怎么样, 是不是应该更加透明, 让公众来参与呢, 不是说你想涨就涨, 公众没有任何的溢价权利, 那你怎么看舆论厂商的这些声音? 对, 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刚才赵教授解释的, 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和公共交通等公用事业有比较大的区别, 否则它也不会有这么大的贷款还息压力, 因为毕竟这个高铁建造的巨大成本支出, 它不是政府财政, 是要还的这个贷款,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高铁还是带有浓重的垄断性企业色彩, 它独成一家呀, 别无分辨呀, 你要做高铁, 那你只能做他们家的高铁, 那当然了你说从市场的角度, 他刚才也这个, 我们也注意到高铁上面负责人一直说, 我们这是市场调节行为, 那确实是你出行你不接受高铁的票价, 你可以选择飞机长途迫运, 包括开自家车, 确实它是有市场行为, 可是我们也要看到, 你毕竟你是一家独大, 他不完全的市场竞争条件下, 你就不能一味的我行我素, 你在价格的调整上就需要考虑到公众的经济上, 心理上的承受能力, 也包括事先充分的舆情评估, 和事后充分的解释说明, 这些他跟目前来看, 跟消费者的期待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那当然我们高铁负责人他是用, 比如说我没有违反相关的法律, 我是在这个法律界定的范围内, 但是从法之外, 他还有情和理, 都是我们企业不能不考虑的因素, 好, 稍后我们继续跟两位来讨论, 那事实上啊, 这并不是铁路部门第一次调整高铁票的价格, 从以往的这个经验来看, 历次调价都会在民间引起一定的争议, 那么相比我国国外的一些高铁运营较为成熟的国家, 有着怎样的票价体系和销售机制, 对此多家研究机构进行了分析,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去年9月的一项研究指出, 德国铁路目前采用基于收益管理的定价模式, 即在里程定价制和车次线路定价制的基础上, 引入航空、酒店等领域的价格管理, 通过动态定价和座位分配制度, 最大限度减少闲置, 实现收入最大化。 目前,德国铁路的客票主要分为标准票、 打折票、乘车优惠卡三种形式, 同时根据行程距离、乘车人群特点、 行驶区域等多种因素对票价进行灵活调整, 比如,对旅行距离在100公里以上的旅客, 按提前购票天数执行限额销售优惠价客票, 对与成人同行的14岁以下儿童实行名票。 此外,为方便乘客在德国境内出行, 德铁还制定了多种类型的区域铁路通票。 法国高等级列车也执行收益管理定价策略, 不过针对老人、儿童、军人等不同群体, 票价常有多种折扣, 幅度一般在25%至50%。 同时,客票按照是否可退改签, 分为灵活票有条件调整票和不可调整票三大类, 票价依次降低。 好,我们继续连线赵教授。 赵教授,高铁票价的市场化是一个大的趋势, 但是也有声音认为说, 在票价调整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根据实际运营的情况, 可以进一步的来丰富我们的票准和票制呢? 另外就是涨价的时候, 怎么来保证你的服务质量真的能够跟上升级呢? 你怎么看这些建议, 给我们接下来铁路进一步的改革提供的思路? 这些问题我觉得实际上涉及了深化铁路改革的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铁路呢, 只有一个市场主体, 就是国铁集团是市场主体, 下面的铁路局实际上只是一个车间, 它实行的是一个统一调度指挥, 统一清算, 就是铁路局不能够从市场直接获得收入, 但是铁路局又是运营这些客运货运的一个主体, 那它就没有提高效率, 提高服务质量的一个动力, 所以这个要通过竞争来解决, 通过深化改革, 至少在铁路内, 铁路领域内形成一种比较竞争, 这样才能够有利于提高它的服务质量。 是,好的, 谢谢赵教授, 谢谢赵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应该说呢, 其实刚才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高铁它的调价, 其实也是一种趋势, 也是一种市场化的动作,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的前提是什么, 具体怎么样来调, 公众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更多的来参与, 这些方面呢, 还有待我们可以想的更广一点, 考虑的更远一点。 好,再来看一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今天中午11点37分左右, 云南镇雄县城南医院发生一起持刀行凶案件, 根据当地警方通报, 案件已造成两人死亡, 21人受伤, 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今天晚间, 镇雄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 傍晚5点左右, 犯罪嫌疑人李某男汉族40岁, 镇雄县波击证人, 已被公安机关在县内抓获,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好,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